很多同学喜欢性价比 性价比越高也就意味着相同的参数 相同的性能你花的钱更少 但是各位同学不要忘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它便宜那么多 它在用料做工以及用户体验方面 肯定会有下降 但是这个下降很多人感知不明显 我最近在折腾电脑机箱的散热 开始想买水冷 后来又换了三个风扇 现在有很多三四百块钱的水冷 它的性能和小两千的水冷区别不大 性能区别不大 但是价格差了四五倍 还有这把风扇 这把风扇是一百块钱 它的性能参数和二三十块钱的差不了多少 价格也是相差三四倍 区别就在用料做工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真正使用起来的体验上 当然还有质保也不一样 但是这种便宜的东西 三四百块钱的水冷 二三十块钱的风扇还是白色 带光的销量特别大 评价特别多 当然负面评价也是相当多 主要就是一个噪音和频控 开始是很静音的 但是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现异响或者水泵的声音 或者风扇的声音 或者是掉桩导致的一些声音 总之让你体验变差 甚至有很多评论说 这个线的外包装都不一样 也没有提供长螺丝 甚至这种最简单的自工螺丝都拧不上去 就连这四颗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螺丝 它都能可口成本 要不然它怎么能卖到二十多块钱 更何况这个扇叶 甚至旁边这个胶垫 它都是塑水版 而这个一百块钱的胶垫 它是完整版 也就是说好的东西 好的做工 好的用料 就算便宜 它也不可能便宜到二十多块钱 但是如果你不在意这个做工用料 以及细节 或者是批词问题 或者噪音问题 想就让它想 大不了我换一个 或者我选择性忽略 那我就选便宜的 因为它便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有大量的便宜的高性价比的东西 隐藏着各种小问题 小隐患 但并不是致命的隐患 销量特别大 都是看在它很便宜的面子上 我能忍受它这些缺点 这些小毛病 我在选择的时候特别纠结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最后我选择了几个适合我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的销量特别低 推广也特别少 客服直接给你推荐最便宜的 性价比最高的 最走量的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难道只有最便宜的 性价比最高的 才是最好的吗 才是最适合的吗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不光是电脑 很多产品现在都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的